在奥特曼特势剧中,贝利亚作为第一个叛逃出光之国的邪恶奥特曼,她的形象是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,在剧中也多次调度奥特曼,给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,如果不是解答奥特曼的出现,估计贝利亚还会持续沉满一幕,今天赖自己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贝利亚奥特曼最强悍的几个视听吧,其中一种狂军下落,前方高能,三伙伴们准备好了吗? 1.贝利亚之爪,贝利亚由于和雷布拉德星人融合,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其中双手食指变成了利爪,是她的作战武器,这就是贝利亚之爪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红之爪,这爪子有多厉害呢? 在记得TV中,这爪子直接将赛罗的胸膛击穿,打得赛罗哭蝶喊鸟,别人都需要使用武器,而贝利亚不用,直接是动动手就行,看来这设定真够强啊 2.终极战斗仪,作为被雷布拉德星人附身的邪恶奥特曼,贝利亚配位的武器也不是一般的强,而这个武器就是终极战斗仪,终极战斗仪比其他的战斗仪气强,能够操纵一百头半兽和宇宙人,而且终极战斗仪除了操纵外,还能近战远攻和防御,是一把不可堕得的神器 曾经贝利亚就手握终极战斗仪,揍了很多奥特曼,赛罗也被暴揍过,不仅如此还可以当成枪来使用,所以才有了贝利亚射击这一招霸气至极 贝利亚被赛罗奥特曼杀死后,麒麟魂和黑暗铠仔融为一体,该状态下的贝利亚手上拿的就是黑暗三叉战斗仪,和赛罗对战时就用缠绕着电罗的黑暗三叉战斗仪击战赛罗奥特曼,还用其释放的雷佐利姆光线,抵造了强壮日敏赛罗的夏尔奈特巴斯塔光线,威力超强 4.黑化奥特曼,这一招可厉害了,当初贝利亚用这一招直接将镜子启示黑化,之后赛罗没有逃脱,贝利亚直接是将整个精神都注入在赛罗体内 就这样赛罗变成了暗黑赛罗,实际上暗黑赛罗才是最强大的奥特曼,当初贝利亚成功侵占赛罗身体之后,出手一张秒一个奥特曼,这操作才叫厉害,所以靠着黑暗注注,赛罗也被虐 5.投标,就是变成黑暗赛罗时所拥有的武器,它能够模仿使用赛罗的技能,直接手握投标就秒杀了红灵火焰,之后将它装于胸部的计时器两边,发射双身射线,直接切断了赛罗的身体,实力十分的可怕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,虽然贝利亚最后被劫得打死看起来很惨,但是她的实力却是很强悍的 大家觉得呢,喜欢的小伙伴别忘记在朋友们去留言告诉我啊,我们下期再见